集结花莲新社国小、新北张树高中还有花莲江青 以花莲地图为主题50个人奔头进行的流动化 再拼凑而成大型集体创作的图样计划 直取到8月2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的旅客服务中心展出 要让游客以不同视角重新观看记忆中的花莲 青年艺术家吴学宜 今年3月启动以花莲地图为主题的图样计划 日前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旅客服务中心亮相 该计划以花莲土地为蓝图 太平洋的海浪为纹理 象征温柔的大地之母 将花莲是三厢正式转变圆润的块状 以各乡族群和湘海的色调作为流动化的特色 重新拼凑成一块虚拟的花莲地图 摆放在服务中心作为园区路口的意象 这次计划其实是希望说更多人看到花莲 然后看到乐见这个发生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可以做一件作品 但是我会邀请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做作品的内容 所以我会认为说认识花莲是这件作品的核心 然后我们把偏乡跟在地的民众 以及台北的民众的作品一起集合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地方展出 它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做一个游客中心的地图 可是这个地图是从花莲去做发散 所以像我们这一次有跟新社的国小 它其实是在封冰那边 然后请他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做 他们自己的互相那个区块 然后有跟台北的张树国际时钟合作 然后他们做的是给花莲的水 大概有这样子几个主题 之前还有一个是在乐见市集里面的民众 我们做了三个原住民乡 花莲的原住民乡 其实整个大概的想法都是土地水跟花莲之间的连结 以这种方式去进行 那在第三档艺术创作的部分 我们当时就在想 有没有让民众可以实际参与的部分 所以我们很高兴在这一次邀请到了来自台北的 在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艺术家吴学怡先生 他来做这一次的艺术车展 这次的艺术车展有花莲的民众参与 有在地的新社国小的小朋友参与 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在地元素 跟他们在透过创作的过程里面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共同完成这一次的展览作品 所以在我们的第八栋服务中心 有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展览 也是希望在地的民众可以来 一起透过你的观赏跟了解 重新看待花莲这块土地 以一种不同形式的方式来做展现 从事艺术创作跟设计教育 来自宜兰的吴学宜 因为停留过花莲而喜欢上花莲 这次耗时三个月时间 集结花莲封兵的新社国小 新北市张树国际时创高中 以及花莲乡亲 50人的力量完成了这幅大型作品 此以起至8月22日 在花创旅客服务中心第八栋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接着长方夜华联士报导